雪丸离开后的夜里 大家都睡不着 今后一番思想挣扎 他们还是觉得你去帮助雪丸就飞那 只有子坛还是坚持回去 子坛 放着雪丸不管 他又要乱来了 挽救雪丸是你的职责 这番话直接戳中了子坛的心扉 因为剑术不好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如雪丸 是身边的伙伴告诉他 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行 还有菲娜 无关规则和理由 救他只因为他是团队的一员 不像阿贝尔害贼团 散火后 克雷斯就直接向阿贝尔他们开战 阿贝尔也完全不念旧情 直接发射大炮 船只在菲娜面前爆炸 海中央变成了火海 周围也漂浮着湿海 前来营救菲娜的雪丸 看到了这一幕都不免感到害怕 就在这时 他想起了贵的教诲 用极限的冷静驱赶恐惧 时刻思考自己该做什么 已经每时间给他害怕或退缩了 眼前最重要的是解救菲娜 燃烧的船只 让菲娜想起了十年前的事 当年袭击他们的人 和船上的人有着一样的穿着 这让菲娜下的贪卵在地 恐惧惊喜着他 他只能大声呼喊着 那犹如守护神的名字 然而美来得及高兴 雪丸就中枪了 一瞬间 阿贝尔的脸颗当年的画面重叠 此刻日复日日地画着菲娜母亲海伦娜 深爱海伦娜的男人 竟然也参与了那场袭击 这一切还得从阿贝尔小时候说起 和海伦娜的第一次相遇 阿贝尔就被他的舞姿所吸引 也许对上眼的那一刻 阿贝尔的心就已经被海伦娜夺走了 两个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但美好总是短暂的 海伦娜怀上了国王 也是阿贝尔的父亲的孩子 但他却和当时作为管家的弗兰兹私奔了 这对他们国家来说是要死刑的 而等阿贝尔再次见到海伦娜 就是在牢房里 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 海伦娜依旧淡定从容 像是早就预料到一样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之后只需要回到伊甸就行了 阿贝尔不理解海伦娜的意思 但他知道只要到那里就能见到海伦娜 然而只有肩负使命的人 才会受到伊甸的指引 如果你能遇见那个孩子 或许就意味着 你肩负着使命 毫无疑问 费难就是那个孩子 他自然是不会放他走的 那只能杀死雪娜这个碍事的存在 雪娜命远一线之际 大家感到就像他们逃走 但雪娜的伤口一直无法止血 必须上岸找医生去除弹头 为了避免遇上阿贝尔的军舰 他们选择到较远的舍夫沙万 让雪娜进行治疗 虽然最后 雪娜脱离了危险 只她还是不免将这次的事情 怪救到菲娜头上 十年前雪娜受重伤是因为菲娜 这次意思如此 出行前真田也告诉她 菲娜是魔女的后裔 使人堕落 并将人引向灭亡 真田交代 一旦雪娜被魅惑 就要下杀手 但杀的不是雪娜 是菲娜 子坦 你不会做那种事的 子坦在放下狠话后 就独自离开 直到现在和菲娜独处都没有下手 菲娜也趁机死皮赖脸地缠着她 缠着让她叫她建树 还真诚地对她说出内心的心愿 我想和大家一起旅行 在菲娜的连环攻击之下 子坦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再一次违背了真田给的规则 不过前往伊甸的旅途仍要继续 只是菲娜心里还是拿捏不定 如果可以 她希望一直保持现状不再前进 但雪娜却鼓励着她前进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那天起 菲娜和雪娜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 大概就是暧昧中的情侣会有的样子吧 这天雪娜上市好了差不多的时候 菲娜哼起了一段熟悉的旋律 菲娜已经不记得歌词了 但当年雪娜在船上 一直听菲娜唱都已经记住了 这时菲娜灵光一闪 让雪娜将歌词背出来 毫无关联的歌词 却让菲娜将至今的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这首歌是弗兰子教给她的 曾田曾说过 弗兰子一定以某种方式 将石头背后的秘密告诉了她 综合上面的理论 谜底正是这首歌的歌词 菲娜也想起来 这首歌叫Vice Versa 拉丁语里反之亦然的意思 于是他们将从石头上获得的罗马数字 和歌词里提到的方位反过来 获得了一点真正的经纬度 从这里开始 菲娜的脚步都很坚定 就像在踩石洞时一样 其实是每当她做出正确的决定 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 在菲娜的引领下 他们顺利来到了一个长宝库 里面满满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失落的宝藏 但菲娜总感觉哪里不对 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地 也不是真正的伊甸 于是她带着雪丸继续前进 来到一个神秘的洞口 到了这里 菲娜瞬间醍醐灌顶 站得了起始的硬点们 像翩翩起舞 当初让阿贝尔心动的舞蹈 和菲娜此刻跳得一样 雪丸也瞬间看入迷了 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然而这舞并不只是 蛊惑男人那么简单 她还是通往伊甸的钥匙 真正的伊甸就在上面 两人牵着手一起走了上去 却不知外面的伙伴正遭遇危险 阿贝尔也犹如神助 找到了这座岛 并来到了藏宝库 对子弹他们赶尽杀绝 在首席和哥布林战士们交战的时候 阿贝尔却独自离开 来到了通往伊甸的天梯 她一来 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电闪雷鸣 阿贝尔原本蓝色的瞳孔 也变成了雪红色 在看到飞纳和雪红之后 甚至出现了幻觉 将他们看成海伦纳和弗兰兹 这下免不了又是一场战斗 阿贝尔虽然拿着枪 但雪红甚至伸手矫健 都顺利躲过攻击 还直接砍下了阿贝尔拿枪的手 原本以为胜利在握 结果阿贝尔反手就用剑 灌穿了雪红的身体 你出现在我眼前一次 我就杀死你一次 就在阿贝尔想对雪红下杀手的时候 她每日每夜心心念念的女人 终于出现了 经历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两人终于见面了 但没等阿贝尔走到海伦纳面前 她就倒下了 但她的灵魂 还是替她完成了心愿 此时的她 眼睛已经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颤颤巍巍的来到了海伦纳身边 因为自己双手杀过太多的人 已经被雪染红 她甚至使不得拥抱 眼前这个纯洁的女人 相爱的两人也终于在一起 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我们走吧 阿贝尔 在阿贝尔的身体消散后 海伦纳也离开了 迎接菲娜的 竟然是已经死去的弗兰芝 还有在军舰上和她短暂聊过天 并让她从浮水和乱缘中 做出选择的柯迪 我不是你的父亲 我是记号 我是关心者 是讲述你故事的人 自引着他们来到伊甸的 其实也是柯迪 她和弗兰芝是伊甸的一部分 负责管理巫女的血脉和生命 菲娜从出生开始就继承了 历代巫女的记忆 但她选择了逃避 不愿去想 可是既定的宿命 又引领着她来到了这里 一直以来发生的一切 都是为了判断 菲娜是否只有巫女的资质 他们在寻找 寻找一个人来帮他们管理 过度增长的灵魂 所以通过对人类进行考验 才有了选择的巫女的诞生 既然是选择的巫女 那这一生的使命 当然离不开选择 人类的存亡 也将靠着她做出选择 如果菲娜选择保护现状 为了生育而掠夺 现在还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但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有一天生命将毁灭 黑暗中就会笼罩大地 菲娜珍惜的人们也将死去 如果选择重设一切 只能任意选取 生命延续所需要的良好灵魂 其余的一切化为乌有 而时间的方舟将一直徘徊 直到再生那天 在生的那一刻 重要的人也会在身边 成为被选中的一对 就像是亚当和夏娃 然而无论做出哪个选择 完成了使命 她的记忆就会消失 因为人的心很脆弱 破坏或是静观 都会让巫女心态崩塌 伊甸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 毕竟他们还需要她留下血脉 面对选择 菲娜再次变得束手无策 关键时刻 是伙伴的出现和信任 让她勇敢地踏出那一步 最后 我们并不知道菲娜选择了什么 但估计是选择了保护现状吧 她无法自私地和雪丸独活 她也喜欢大家 为了让大家都活下来 她只能这么做 但选择后 她将失去所有的记忆 这让她无比地害怕 无论发生什么事 菲娜都是菲娜 尽管雪丸极力想挽留 但还是不得不看着菲娜远去 从横距以前开始 我就喜欢雪丸 今后也会一直喜欢 菲娜 等雪丸再次醒来 只剩她一人躺在小岛上 就在她焦急地寻找着菲娜的时候 只见一个黑发少女 站在海中央 两人仿佛回到了出事的时候 雪丸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努力让菲娜回想起一切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即使我不在了 这份感情也不会变 不爱你 菲娜一直在等的 其实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啊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finde 明镜需要 total 明镜需要 本人